鏡頭先帶您轉到新竹市 關心新竹市的立委選情 這次新竹市立委呈現四角都的基站 有誰要選呢 包含了國民黨現任立委政政前 這回要拼連任 但似乎有點難度 怎麼說呢 因為有民進黨的林智傑要登場 另外呢 還有時代力量的秋顯智 以及以五黨籍參選的 柯文哲親妹妹柯美蘭 四個人要角逐這個立委的一個位子 四位候選人的實力也是相當的接近 選票也是都有一點重疊到 選戰進入到今天 都還是呈現焦灼的狀況 難以來預測最後 到底是誰會順利的來當選 那我們先來看 國民黨的政政前 他除了要穩住藍營的基本盤之外 元旦呢 是特地請到了黨內的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 還有有號稱藍營吸票機之稱的 台北市長蔣萬安 一起來陪他來掃接敗票 尤其蔣萬安和新竹市有一段淵源 因此許多新竹市的選民 都是力挺蔣萬安 這也讓政政前呢 是吃下了一顆定心丸 不過他也同樣有隱憂 因為包含了民眾黨的柯文哲 他的妹妹柯美蘭 也會吸走一些政政前的選票 再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綠營的林志傑 林志傑他是學者出身 不僅懂法律又了解民生的需求 因此呼聲同樣很高 但其實他的選情也不太樂觀 因為外界就認為說 有小綠支撐的時代力量秋顯智 這回要投入來區域立委來參選 因此對林志傑來說 這個支持者呢 同樣也是有部分的重疊的 林志傑昨天呢就獲得了將近200位 包含陽明交大一些跨黨派 跨顏色的教授連數來支持他 目的就是為了要穩住新竹市東區的基本盤 還有一些竹科的工程師 最新一波的文宣呢 蕭美琴也親自來獻出聲音 就是為這個林志傑來錄製了一段語音 就是為了要爭取年輕族群的支持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以武黨籍參選柯文哲的妹妹柯美蘭 他原本的選戰打法呢 就是佛系的打法 我們可以看到他其實也不太打空戰 就是好好的經營他自己的FB 並且是走一些路戰在街頭啊替選民這些來拜票 不過柯文哲昨天他就在新竹夜市來進行車掃快閃的活動 在夜市呢其實還是有不少的支持者 要和柯文哲拍照來合宜 那這個現象呢其實國民黨這邊也緊張了 因為柯文哲來新竹越多次 對這個柯美蘭的選票加值的作用也越大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呢 就是時代力量的秋顯智 同時他也是現任的不分區的立委 和新竹縣的第二選區 現在要選的立委候選人時代力量的黨主席王婉鈺 他們兩個其實多次的都有在新竹這邊來合體一起造勢 不過時代力量其實也有黨內自己的問題 包含了他們目前和藍綠白三黨相比 他們的選戰資源比較不足 而且他們也沒有推出正副總統的候選人 因此在這方面媒體的聚焦加持度也是相對的比較低的 我們可以知道選戰的最後關頭 這個時代力量和其他的陣營相比 其實是要更努力勤跑基層的 我們可以看到藍綠黃白 他們四角都要在新竹市來對決 最關鍵的是哪一個區域呢 新竹市東區其實是他們的最大票倉 有16萬多票 民主黨林志傑他有高學歷的形象 雖然是政治素人但是跑基層跑得很勤 也被認為他可以在最大票倉拿下預期的選票 另外藍綠的陣陣前在藍綠白和破局的情況下 他的壓力其實增加了不少 民眾黨在竹科其實還是有一部分 知識性的選民會來支持的 那時代力量秋顯智呢 他的特色就是他的議題抓得很精準 因此四個陣營其實都有各自的優勢 所以主帥當然也要來幫忙搶票了 民進黨和民眾黨兩個陣營 不約而同都要在明天的晚上舉辦造勢開獎 民進黨要在竹北加勒服對面 而總統蔡英文還有這個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都會親自來到場 那民眾黨則是要在竹北的水鎮公園 這兩個地點綠白的差距只有10分鐘的車程 不分區的立委候選人黃國昌 還有黃珊珊也都會到場 可以說是主帥之爭 民眾黨曾經在竹北市的不分區立委的得票率 有高達13.4% 是高於全國的11.22% 得票率其實是蠻高的 這一次在竹北還有新竹市的東區 其實都是這個政黨票的重點區域 在各方面都擁有優勢的情況 其實我們也很難看出最後誰會順利進入立法院 只能說人人有希望 但是個個沒把握 以上本節的推播話題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推蒐小鈴鐺 推到電視